昆仑山被称作万山之祖 是中国境内最大的山脉 它西起帕米尔高原 东至四川盆地西北原 长约2500公里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有许多关于昆仑山的神话 有人说 昆仑神话体系是中国5000年文化的最初源头 于是昆仑山成了旅游热点 昆仑山口成了网红打卡地 从海拔2780米的格尔木出发 在昆仑山的大山中行驶160公里 上升到海拔4767米 就到了昆仑山口 在山崇拜观念极为强烈的青藏高原上 人们对昆仑山的敬奉 显得更加隆重与庄严 众多经番和哈达围绕着昆仑山口标志碑 碑的两侧分别为麒麟和大鹏鸟的石雕 出于炎黄子孙对昆仑山的特殊情感 我们也向昆仑山口献上哈达和默默的祝福 昆仑山以其实体的气势磅礴 和文化上的丰厚底蕴 使它与黄河 长江 长城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一样 也具有了中华民族的象征意味 这种象征意味 使昆仑山逐渐成了人们心中的圣地 2001年11月14日 昆仑山口溪发生8.1级大地震 山口设施受到严重影响 这是重建后的昆仑山口 山口景观中增加了许多新元素 要想真正认识昆仑山 了解昆仑山 就到昆仑来 它给人的启迪 是让人一生都难以忘怀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